Hello 大家好 我就是专门讲解各种嘿嘿嘿 啪啪啪 啊啊啊啊 光能电影的影色 帅的吊渣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走进黑暗的第七集 逗你玩 一个键盘侠的故事 男主角眼镜是个键盘侠 他见了个名叫小钟指的小号 专门在网上各种骂人 整个一生活中夹着尾巴做人 上网就疯狂喷疯 有一天眼镜的前女友要嫁人了 嫁的还是他大哥 他心里挺不得劲的 写了封信想交给他 说是想断绝二人关系 但其实内容还是表达爱意的 于是眼镜约上了妹妹 一起去参加婚礼 婚礼前夜 他先找了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等妹妹过来 旅馆老板出门了 是一个叫东森男的在负责看店 他这点贼爱开玩笑 那玩笑开的都能让人机啊 先跟眼镜说 你要有现金的话就不用搅睡 结果眼镜付了现金 他又让眼镜刷卡 一副刚才根本没收过钱的样子 表情还贼认真 眼看眼镜要积压了 他才笑着说道 我逗你玩呢 键盘侠遇上烦人精 这可有的干账了 眼镜一入住就进屋拿出电脑 用小钟指的账号给这家旅馆打了个差评 还骂了肥顿 随后他又点开了前女友的脸书 看着他跟未婚夫的合照开始狂奴 可殊不知他头顶的同胞管理 正藏着一个监视器 宝贝 你让人给直播了 等到停晚了 妹妹还没过来 电视里突然播了一条新闻 说是附近的马路上发生了连环车祸 不少人都受伤了 眼镜就担心了 赶紧给妹妹打电话 可对方也不接 他只要打电话询问冬子 显得妹妹可能直接联系旅店这儿了也说不定 可冬子却沉重的告他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个消息 你妹妹他来不了了 眼镜真的以为妹妹出事了呀 谁料冬子继续说道 他去找了根大和谐吹 我逗你玩的 我没他消息呢 眼镜真的气懵了 他郁闷的继续等妹妹 谁料又遇上了一个耍酒疯的访客 给他整的都快待不住了 只能疯狂的给妹妹发消息 问他到哪了 一回房间 就看着冬子又往他屋里塞了张贼黄的恶狗图片 上面配文 吹大恶心 还写了妹妹的名字 可能也是因为太闹心了吧 他立马登上小号发泄 在前女友的脸书下面留了恶毒的文字 之后 他洗了个澡 刚洗完正半裸着呢 又让冬子给恶搞了 这一回 他忍无可忍 直接把冬子给怼了 你这些玩笑根本不好笑好吗 谁料冬子听了这话当场黑脸 眼镜一看对方生气了 口气又软了下来 这才把冬子红走 冬子一走 眼镜立马收拾东西 这一点他是带不下去了 可刚坐到车里 他突然意识到冬子怎么会制造妹妹的姓名呢 细思极空 他连忙报了警 警察叔叔很快就来了 可冬子见了警察完全不晃 口口声声说 名字是眼镜告诉自己的 于是 警察便把俩人弄到俩屋 开始分开问话 眼镜怕冬子还能变瞎话 自己整不过他 变趁警察审问的时候 后面溜进了旅馆办公室 想找点证据 果不其然 妹妹已经把礼入住了 可冬子却说他没来过 眼镜赶紧把资料交给了警察 谁料警察一转身 冬子立马上演无实物表演 假装自己被眼镜打了 眼镜白口莫边 警察一看你这个眼镜敢当我面大人 一下就把他给摁住了 结果这时 妹妹进来了 原来 他是在网上预定的入住 所以资料才会提前打回来 冬子也立马表示 自己不追究眼镜大人的事 警察便放过了眼镜 眼镜虽然心里别扭 但看妹妹没事 也就没在整边 随后 冬子拿了饮料过来表示歉意 眼镜一客气就说了嘴 要不咱一起喝一杯啊 谁料冬子真不客气 当场同意 眼镜心里都得合起来 哎呀 我咋这么欠呢 然后 仨人便坐在旅馆的泳池边 喝酒聊天 气温倒也没那么糟 冬子问了眼镜他和前女友的故事 还把他的信抢在看了 看完之后 冬子当场泪流满面 眼镜都在惊着了 兄弟 气也太过了吧 夜深了 大家都回屋睡觉了 可睡着睡着 屋外又传来骂人的声音 是之前那耍酒疯的房客 原来啊 冬子个子就有点灯笔的商量了 搞花了这房客的摩托 直接把人给整鸡压了 拿刀要整死冬子 冬子一看对方是真生气 他也不高兴了 当场反击 两三下把这儿给干爬去了 眼镜他们看冬子这么厉害 还有点惊讶 本来这房客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但冬子还不罢手 教育人家 你要学会接受玩笑 随即一刀给人捅死了 妹妹健庄 赶紧趴哥耳边说 咱得报警 但他可能是趴耳边喊着说的吧 当场就被冬子停下了 说不行 你们不能报 眼镜兄妹正好紧张 冬子又急着说 我自己报 俩人担心冬子是假装报警 就也报了个警 确认了一下 结果他还真是已经报警了 一说地名 警察那边就说 啊 我们知道了 我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俩人刚刚放松 谁老走了两步 又在后厨发现了惨死的旅店店主两口子 原来冬子根本不是帮忙砍电的 他就是个精神病连魂杀手 这时冬子走的过来 平静的解释道 他俩可不是我杀的 你不知道 那老板是个变态 他在酒店里装监控头盔别人 我跟他们谈了这事后 他老婆受不了了 就跟他打起来了 然后俩人互相打互相打 就全死了 跟我不关 妹妹灵机一动 假装自己相信冬子 趁其不备一酒瓶把他砸猛了 然后兄妹俩拔腿就好 可是跑到车边才发现车钥匙没了 俩人只好回房间狂照 可没想到这时冬子已经追了过来 站在窗口朝他们阴森森的秀 手里正滴了那两把钥匙 俩人下瓦了 幸好这时警察来了 还是刚才那警察 眼睛让他俩联盟求助 可这样警察见到他俩立马举枪 把俩人全绑下来了 啊 明白了 想必冬子报警说的是他俩是凶手吧 妹妹真是拼命解释 警察还不听 结果被冬子一个勒丝狗给整死了 然后冬子又走向兄妹俩 手起道路 把他们放了 俩人也来不及思考 跳上车赶紧逃跑 可结果冬子把排气孔给堵上了 开车都别冒眼了 俩人不得已 只好下车 冬子举着枪追了过来 摁住眼镜 给他强行吸了一波不明气体 小红趁机抢过手枪 可不成想那居然是个玩具枪 然后俩人就都被冬子打晕了 眼镜醒来时 自己正昏身太晚地飘在泳池里 周围摆着被冬子杀掉的人的尸体 妹妹不知所踪 冬子把他缠了起来 说要录视频让他认清自己是谁 原来他早就通过脸书了解了眼镜的键盘侠行径 他妹的名字也是在这看的 疯子替天醒到呗 之后 经过冬子的洗脑和药物的影响 眼镜真的对着镜头 释放了自己内心最阴暗的一面 他说 我是一名键盘侠 我融入不了他人 我一直活得很边缘 打小我就无法跟其他孩子交流 于是我恨其他人 我注册了一个小号 小忠志 他能做我平时不敢做的事 疯狂骂人 诋毁别人 其实在我内心深处 我就是小忠志 眼镜越说越兴奋 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表面平和的那一面 完全小忠志上审 然后冬子告他 妹妹就在厕所里 眼镜开门一看 他已经死了 他顿时崩溃痛苦 你为啥要这样啊 冬子笑道 不这样你什么教训都得不到 说吧 他又拿起处计 把刚才的视频和眼镜的信都发到了网上 瞬间引爆网络 无数人搁底下骂眼镜 前女友本尊还过来回应了 骂眼镜恶心 还说自己从没喜欢过他 看那意思可能俩人在一起过这事也完全就是眼镜自己歪歪的 眼镜难过着难过着 突然狂笑了起来 那一状态似乎比冬子还疯狂 冬子本来要杀他们 可他却提议 要带着妹妹的尸体去大闹婚礼现场 要死也死那会儿去 冬子就同意了 可逐渐 他发觉自己的气场好像被眼镜打乱了 原来疯子遇上了比自己更疯的也会害怕呀 眼镜特意开了妹妹的车 让冬子坐在副驾驶 然后说要给冬子讲个笑话 你知道吗 你坐的是我妹专门给他狗准妹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被改造过的 他没有安全气囊 哼 现在我要开车撞墙了 冬子有些慌了 你不可能敢的 眼镜黑黑一行 我不敢 但小钟只敢 随即镜头一黑 他们的车撞墙了 之后眼镜被指控连杀六人 现在正在潜逃 网友一直声讨他 小钟指的账号就在下面挨个回堆 还用上了吹大和谐这个词 最后他干脆把小号的头像换成了一张自己模仿冬子打扮的照片 也就是说他也变成了跟冬子一样的疯子 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结局有网友理解称 整个剧情都是眼镜惊分 就是冬子是他的第二人格 人都是他杀的 其实一开始我也想过会不会是这样 但后来想了一下感觉应该不是 因为结尾新闻称 眼镜连杀六人 咋算了啊 店主夫妇 醉酒房客 妹妹 警察 这才五个人呢 那第六个人是谁呀 只能是冬子 最后被眼镜撞墙撞死了嘛 而且最后新闻放出的视频 就是当时监控录到的冬子正在闭眼睛的画面 只不过没录到冬子干坏事而已 所以其实就是冬子杀的人 但他当时报警的时候不跟警察说的是眼镜杀人嘛 所以局里就一直以为是眼镜 以至于后面的人头也都算他身上了 正好冬子还死了 眼镜也被整疯了 警局肯定就更觉得冬子清白了 是 要硬说惊分也行 那可能就真有冬子这么个人 不过就是个帮忙看电的普通人呗 然后眼镜把他给弄死了 还幻想这是他杀的人 关键是他就没必要了呀 原本剧情就很说导演疯了呀 非要拍成惊分票 所以说我还是认为就是原本的剧情不存在惊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剑盘侠为什么骂我们 因为他嫉妒我们过得好 记得大家关注 我是Soul See you